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伯豪 默许敬意 今天我准备在家 用电饭锅做一个小蛋糕 是不是有人过生日啊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某人 先准备五个鸡蛋 把蛋黄和蛋清分离开 你会分离吗 我最擅长的就是拆散别人 这也太吵了 有多少了吗 我操 撕进去了 大家如果没有分离蛋清的东西 可以拿一个矿泉水瓶子 一吸 蛋黄就吸出来了 这就是谁教你呢 你网上的小料招 在蛋液当中加入 一杯面粉 半杯牛奶 三分之一杯油 搅拌它就可以了 蛋糕里面要放这么多的油啊 难怪吃蛋糕会胖 我今天这个视频啊 就是要打破谣言 什么谣言 很多这种美食博主都会写说 手残囊也能做 懒人在家也能学 我就跟你讲 我就是标准的手残 老残吗 别人看一下我的手速 好 面糊搅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搞蛋清 在蛋清当中滴几滴柠檬汁 你在干嘛 看小超 其实我很讨厌那种美食教程上的说 少许几滴酌情 酌情是多少 如果你家里没有打开气的话 不要怕 魔术教你 电钻做蛋糕 听起来哇 灰火 太爆念了吧 刚刚就半杯糖 要分三次加到蛋清里面 先加三分之一 接下来让我试一下我的小高胖 小高话什么意思 还是提醒大家小朋友最好不要玩 危险动作芸污摸好 来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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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累了 我来 但它感觉也没有年车很多 因为还要再打 他不是要打到 筷子可以立起了吗 对啊 听过了半个小时的努力 我们获得了一碗 白色的水 你总结一下失败原因 第一个 Wit吧 三个人不行 一嘴 第一个 蛋清里面不能有蛋黄 一点都没有 第二个 柠檬汁加一两滴就可以了 我们刚刚挤的太多了 第三个 打蛋器一定要开花 所以我们重新搞了一盘 我们决定 从头再来 如果就是带失败的话 我就在这边跟大家呼吁 以后再也不要相信网红的话 都是骗子 你也是网红啊 我不红 这次我就给自己15分钟时间了 如果15分钟筷子立不起来的话 你这个黑了 会用电钻的男人真帅 我觉得能打出泡的男人最帅 我觉得我要成功啊 我们试一下筷子能够立住 三 二 我成功了 太牛逼了 接下来把蛋液爆到刚刚打翻奶油里 哇有一次好看呢 搅拌它 然后在电饭锅的底部刷油 如果你家里没有刷子的 如果刚好你有女朋友 好难哦 可以记得一下女朋友的化妆刷 你经过已经女朋友都同意了吗 作为家里说话算术的男人 你应该说不需要女朋友同意 还是希望她同意的 我说话不算术 清洗一下 据说这个油要刷的稍微多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脱模比较方便 所以我真的觉得蛋糕热量是挺高的 油啊糖啊都很多 你知道这些高热量东西说明了什么 分别什么 说明了快乐是有代价的 刷好油之后呢 把刚刚的液体倒到锅里面就可以了 很好看哎 一层一层的 接下来是最有仪式感的时刻 把这个锅在桌子上 干嘛 具体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最有仪式感的时刻 接下来我们要把它送进电饭锅 蒸40分钟 好了40分钟过去了 我们的蛋糕到底会不会成功呢 你猜了 跟大家讲个科学原理吧 现在呢 我们的蛋糕处于一个薛定恶的状态 这个电饭锅主要不打开 它同时存在这两种状态 成功或者失败 所以我猜它是成功了 如果成功的话 你怎么讲你自己啊 想给自己 吃火锅 不成功我也吃火锅 觉得会成功的扣1 觉得不会成功的 请扣2 来吧见证奇迹的时刻 3 2 1 来 幸福的钟声敲起来 哇 也太成功了吧 巨香 我觉得以后我儿子过生日的蛋糕 我成包了 我儿子可以吗 你给你自己儿子抖 我切开来尝一下 怎么样 太绝了 哇好好吃啊 蛋糕非常的绵密 而且一点都没有蛋腥味 里面还散发了一些奶香 吃着吃到一点芝食加鲜的感觉 非常好吃 而且表皮还有一点点焦脆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在厨艺方面这么的有天赋 你尝尝看 好不好吃 香 你除了香有没有别的 上面如果它可以再加点点奶油啊 酸奶 或者是水果 其实我们做的时候可以在里面加点果干的 对 哇好成功啊 好好吃啊 好开心 为你们吃一口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萌书的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就是你们不用做了 以后我帮你烤 今天视频就这样 按你们播 还是火锅好吃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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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